今天 開始的時候啊 我們先 一樣先請 洪教的祖師 及 了名和尚 放光加持 鼎禮 王教的祖師 圖登達爾吉 放光加持 鼎禮 白教的祖師 及十六次大爸爸王卡瑪巴 放光加持 鼎禮 發教祖師 蓋 殺家正空喪師 放光加持 齊勤 歷代祖師 放光加持 傳法圓滿 各位上師 各位法師 各位同修 大家好 今天晚上我們再繼續 跟大家講解大威的金剛不共法的傳授 歷代祖 在昨天晚上呢 我們談到這個 結映 觀想 齒咒 在這個大威德的金剛法當中啊 有很多很多的觀想 歷教 他比較 這個重視是在觀想方面 尤其是藏命 他經常由這個咒啊 然後變成明王 那麼再加持共品 那麼反反覆覆 這樣反過來覆過去 有時候一出現一個咒日 再化為什麼 另外再出現一個咒日 再化為什麼 他經常這樣子做 反覆之間的觀想很多 那麼由於觀想太繁複了 所以呢 以前的師父教導我 他是講這個呀 你主要的觀想你把握住了 一般在這個大威德金剛法的觀想裡面 他觀想大威德金剛 他有多少的面孔 多少隻手 多少隻腳 他腳上所踩的每一尊都要觀想出來 手上所拿的這個法器 通通要清楚 那這個實在是太困難了 在我們這些老人家來講起來 都覺得是非常困難 所以主師爺他講 最主要的觀想 因面 二倍 雙足 你觀想清楚 化為大威德金剛的時候 那個顏色 它的顏色 某某地方象徵著它的意義存在的 他觀想 他也有他本身的意義存在的這一點 很重要 那麼在持咒 那麼再來呢 我們在宗佛逆法裡面 持完咒意以後呢 就是先光想後持咒 再來是入商摩定 那麗教裡面呢 守應也是很多的 在藏麗啊 重光想 在敦麗啊 他重守應 啊 兩則之間啊 稍微有點不同 那麼在整個這個 啊 入商農地當中啊 其實是一個守要 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守要的 所有的 一切的 種種的儀軌 完全就是為了入這個商摩定 啊 商摩定非常的要緊 所以密教有三種成就 第一個成就是 持名成就 持名成就 就是說你持咒 持到本身能夠獲得光明 能夠得到光 這個就是持名成就 那第二個成就就是 我們今天早上做的 婦摩成就 那婦摩成就啊 就是也是一個求息地的方法 你以稍佛共聽 來獲得這個佛佛 菩薩諸天本身的放光加持 得到這種光明 這個當然就是覆摩成就 這在密教裡面才有 那第三個成就就是三摩定成就 這個就是看你的本身的定力 你本身有沒有定力 完全就在這一招 好 那師尊本身修煉這個入三摩地 這個時間很久 其實修到現在啊 你要跟我講說 入三摩地的口訣啊 他的本身的口訣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可以傳授一下 那其實我心修到現在 等於是沒有口訣 變成沒有口訣 以前很多口訣 以前好像武俠小說裡面呢 眼光鼻啊 這個鼻光心 這個鼻子要看心 鼻子怎麼關心 眼看鼻倒是可以看的 眼睛看鼻子 那鼻子關心 心本身是無形的 其實就是要你把這個心啊 完全集中一點上 那以前我在修煉的時候啊 專門注意他的出入息 這個出氣的這個息 跟進來的息 完全注意他的出入息 你就集中於一 沒有別的窍門 因為呼吸本身啊 關係到你本身的身體的 意念的在動 因為呼吸本身是很維繫的 你的呼吸到最維繫的時候啊 你可以進入你自己本身的一個 你可以進入你自己本身的一個 集中於一點的 甚至於把它化為一種無形的一種力量上面 所以你第一個 你就是注意你自己的呼吸 一直到把這個呼吸啊 把最初的呼吸啊 變成最細的呼吸 變成無形的呼吸 甚至於最細的呼吸 變成無形的呼吸 化為沒有了 連呼吸都沒有的這種境界 才能夠止以無 從一樣化成無 所以這個佛陀在世的時候 他也講這種叫做蜀西法 蜀西法最容易使你的精神啊 完全集中起來 所以當初我在應用啊 也是用這個蜀西法來做的 這個蜀西法非常的重要 也是入身摩地的方法 你把你的心啊 完全放在你的一呼一息之間 把你的心啊 由呼吸之間 由最粗的調到最細的 之後變成沒有口結 一切根本就是很容易就能夠 進入很深很深的意識裡面 然後我跟大家講的就是這個 所謂講這個心炎義馬 你如何把心中的炎喉 用你這個磚把它綁起來 用你心中的這根磚 把這個心炎給它綁住 然後讓它不要跳動 漸漸地使降伏它 降伏自己本身的心 然後再把這個心化為整個西空 融入整個空性 這就是入山摩地成就 你能夠入山摩地成就 你可以化身百秋萬 入以宜宙的法流之中 以儒來跟菩薩 同一個鼻孔出入心 然後我們行者常常講 你跟誰呼吸啊 我們跟佛呼吸 跟佛一樣的在呼吸 同一個佛的鼻孔出氣 也就是你跟佛完全能夠融合 所以三摩地成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師尊啊 可以飛身在整個世界上的國家 這個入所有弟子的夢中 甚至於顯現 因為你只要入了三摩地 你就能夠等流生 這個等流生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的身體啊 跟宜宙的法流是相等的 所以這個法流啊 只要充滿了整個宜宙六合之中啊 它你就可以隨時可以現身 有一個弟子在 Australia 那個Sandy 他出了車禍 當他昏迷的時候 一直看著師尊在他的旁邊 一直到了醫院 這個師尊都一直在他的旁邊 在昏迷當中啊 他都一直截肢到師尊在他的旁邊 而且親眼看見 在醫院被救活的時候 他說 便沒有誰在守護他 只有師尊一直在旁邊守護著他 這個就是等流生 你能夠修煉到等流生 你就表示你能夠融入宜宙的法流 普遍可以分身 但是這個也是要從入三摩地啊 從入三摩地開始的 這個 林登上司啊 剛才講 今天早上有下雪 我昨天晚上我講 要叫你們看到花 你知道血是什麼嗎 就是血荒 在空中降下的血 看到你們看那個小雨 就看到一朵一朵的法 那個就是血法 我們修大威德金剛法 傳授大威德金剛法 這個大威德金剛一到啊 他一定要下兵報 下雪 刮紅 副法 都是這樣子的 他的征兆就是這樣子 他一到了 他就是這樣 所以正是吉祥的征兆 很久西雅圖在今年冬季啊 已經很久沒有下雪 今天早上特別下雪 就是昨天晚上 給大家做大威德金剛法的這個傳法 那個美國的這個Television 他也沒有報說今天早上會下雪的 因為他今天你知道 這個氣象台 我們台灣人叫他個氣象台 他抱不準的 有時候西雅圖忽然間下很大的雪了 他一句話都沒有講 他就說哎呀前天 好天啊 結果下了雪啊一片啊 不只是像燒餅一樣大 下了雪啊 像什麼一樣大 怎麼形容呢 像 像這個電燈泡一樣大 電燈泡是很小的 這個燈是這麼大的 像這個燈這樣大 一大片一大片這樣下來啊 有的大的跟棉被一樣啊 大都跟棉被一樣的寫下來 美國的氣象局既然沒有報說會下大雪 那麼今天早上下雪 Television 啊也沒有講 這個 也沒有講 通通都沒有講 就是因為復法到了 他就下雪 所以這是非常吉祥的 可見我們這次傳授大威德金剛法 是得到大威德金剛的 這個加持跟印象 跟他本身的光 好 昨天晚上回去啊 這個說人人道 說鬼鬼道 不能講說說鬼鬼道 晚上在睡 我睡得很好 一直快要天亮 欸 這個西洋夢中啊 有一個光體下降 從空中降下來 它就降到我的床頭 我這個睡夢中啊 在我的床邊上 我睡夢中就用手摸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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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滑的耶 長頭滑的 身上上著光耶 很光很光 還當著香味 噢 那個就是等於是 很微妙的那種香氣 整個床頭都固滿 整個香氣 長頭滑 我有感覺啊 我認為說 欸 這個到底是好的 還是不好的 我有念佛啊 我在夢中都會念佛 念阿南無阿彌陀佛 阿南無阿彌陀佛 阿南無阿彌陀佛 這不動心啊 哈哈哈哈 再念念阿彌陀佛 這個念念念 欸 念佛他也不走的呀 他是一個光體很光而且有香 而且是長頭髮 我摸到他的頭髮 我確實是摸到他的頭髮 在這裡跟大家保證喔 我確實是摸到他的頭髮 喔 很長喔 長髮 有光體 有香 我就是清醒 然後我注意他一下 哇 這個皮膚啊 不得了的呀 哇 那個眼睛都會 蛤 那弦轉的啊 那個發亮的 很細的那種皮膚 哇 我問他 我就問他 我就問他 你是誰啊 Who are you 我就問他啊 你是誰啊 他跟我講 叉叉天女 是個天女來的 馬來西亞 印尼 都講什麼來的來的 他就是叉叉天女來的 哈哈哈哈 他跟我講是天女 哇 我說你來做什麼呢 他就跟我講啊 因為昨天啊 你收法的時候 你提到啊 你已經提到天女 所以我就是來 他就來了 我說不行啊 這個 十五三兵啊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哦,是讲真的哦 我真的这样子讲哦 他说不行啊 他说按照这个天灵的意思 我不知道他心中的意思 但是我讲我心里的意思 我是跟大家讲,讲得非常真实的 确实是我摸到他的头发 摸到他的肌肤,就是他的皮肤 确实有醋,这个醋的这种感觉都有的 好了,我说不行啊 我有我的习惯 天灵讲说你昨天已经讲到了 那么,他意思好像是来试功夫的啦 好像来试的 我说,我有个习惯 他问我什么习惯 我说我要上一号 我跟他讲,我说要上一号 这样子 那么我当时呢 我就翻身 我就翻身起来 我就上了一号 上了一号回来 他消失不见,这个光体没有了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我跟大家谈 因为你提到天灵 天灵会下降 师尊本身的修为很高的 我可以处的 我摸到天灵的头发 摸到他的肌肤 但是我跟他讲 但是我跟他讲 我刚好这个 尿急啊 清晨的嘛 摘息啊 摘息起来啊 那都方已经一度白的时候 我说我上下一号嘛 我就去了 回来 他就消失了 可能是我太清醒 但是依照我本身的功力来讲 师尊是懂得双印的 其实双印本身来讲 也是一种禅定 这个只有真正的密教上师 金刚上师才能够明白 这个叫做热空大定 热空大定是一种禅定 但是你修为不够的 你偏移热的话 马上就下金刚定 你修行的这个密教行者 是在空跟定之中 采取中道的这一种 修行的一种定境 而直接清理成佛 不起乐也不起空 在乐跟空之间啊 寻找成佛之道 这个这种定 这种叫做热空大定 这是密教本身的 酸印才有的 但是一般来讲 是完完全全是属于密传的部分 这也是一种入山摩地 你不要看哦 你能够在这个方面 你能够入禅定的话 这个叫做大贪大空 因为这个是贪到最高的了 告诉大家 世俗凡夫啊 只有这个贪跟乐 圣人啊 有空 圣人产生的空跟定 圣人有空跟定 凡夫有贪跟乐 差别就是在这里 你能够啊 用这个贪跟乐的方法 而进入禅定的话 得到空跟定 这个才算是真正超凡的圣人 一般人做不到的 一般事实凡夫只是贪乐 但是他不知道在贪乐当中 也能够趋向于空跟定 当然连师连华生大事 他有这样子的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在贪欲之中 贪欲之中 做种种的观想 跟应用你自己本身的内佛 由这个初喜 二喜 三喜 四喜 再转为四空 这一种应用的方法 在密教里面又叫做双印 但这个是圣人才有四喜 才有四种喜 由这个天庭这里的千叶莲花 菩提心叶意下降 才会产生四成 凡夫呢 这个根本就不会下降 初喜根本不会有 凡夫只有一喜就完蛋了 你只有一喜 哪里来的世喜 等你世喜 你就全部完蛋 一喜就没有了 凡夫的这种一喜 是在密伦周围的那种喜而已 不比上圣人的世喜 圣人的世喜是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密伦 有经过了四种极大的喜业 在导转成为四空 这是双印之理 做这样子的一定是由密传 金刚上司 根本上司直接跟你讲 如何做回转的方法 这样子逆转的方法 才有可能证明到 这个内佛名典无肉 左佛你通通能够证得 才算是内法成就的金刚不坏身 没有传授你 你就拼命去做双印 那个你是贪图凡夫的意乐 是下金刚第一的 所以热跟空之间 不便宜乐 不便宜空 直接这样子走 能够自治 热跟空之间 在世间上没有几个 十尊本身来讲 告诉大家 十尊本身就是 能够也能够 证明 本身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入山谋地 有很多种方法 今天只是跟大家 透露一点 这个双印 什么是双印 那么双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说不定将来 我有机会的话 我写一本 这个讨论 秘密叫双印 他的很彻底的一本书 这个进入整个空性之中 那么出定 也出疑 从这个虚空之中再出来 所以入了这个定 就等于入了涅槃境界 出定就是再来度众生 所以入定跟出定 出定就是为了度众生而出定 入定就等于入境极灭为乐的这种境界 这个都是非常伟大 这个都是非常伟大 所以这个逆教里面有入山谋地成就 那出定以后我们要做回向 那么回向也就是出定以后这个后勤 有一个技能有一个技能有一个技能非常好的 念给大家听 言难得家 谣王令在 名王令在 轮转教主 最大胜罪 诸我部位,境界归一 起除魔士,大垂家父 这言难得起,名王令战 轮转教主,最大圣尊 诸我部位,境界归一 起除魔士,大垂家父 这个是以前,很早以前我写的记 就是赞扬大卫德金刚明王的 那么修完了法以后啊 做完了这个初定回向 那么就要念这个圆满咒 这个圆满咒就是我们常念的 一样的是大礼拜初谈 记得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的修法 你将来做种种的事业 要自身变成大卫德金刚 你加持共平也要变化成为大卫德金刚 做任何事业都要变化成为大卫德金刚 这个大卫德金刚现在呢 就是等于师尊的这个根本护法 将来你们跟他有言 也可以成为你们的根本护法 记得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的修法 你将来做种种的事业 要自身变成大卫德金刚 你加持共平也要变化成为大卫德金刚 做任何事业都要变化成为大卫德金刚 这个大卫德金刚现在呢 就是等于师尊的这个根本护法 将来你们跟他有言 也可以成为你们的根本护法 一样的 那么再来呢 要跟大家谈如何做大卫德金刚 当明王护法的这个事业 大卫呢 每一次我们跟哪一尊有相应 哪一尊会献身 你修这个法 修到相应的时候 这个大卫德金刚明王会显现 我们有时候可以直接就看到他显现 像我第一次看见大卫德金刚明王 是在我炼金刚前的时候 我精神统一在炼金刚前 突然间他在你的面前化为烟状 好像那个烟啊 生起来从这个楼板 生起一团这个烟 就好像今天早上啊 师尊在做父母 在那边做做做 突然间从脚底生出烟出来 我以为说 大卫德金刚明王来了 再看清楚 哇 原来是这个护墨炉底下冒火 那个烟啊会出现烟状 这个烟上升起来的时候 不是普通的烟 是像什么呢 有点像棉花一样 还有一种叫什么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那个什么糖 棉花糖 他就这样一直生起来 一直生起来 他一直捡起来 用一个棍子一直捡 捡成一个棉花团的那个棒 棉花糖 可以吃的那个 就像生起来这样子 生出来的形状 他就是大卫德金刚明王的那种形状 看到这个烟状 在你面前生出一个烟状 而且有光 有光芒 有色彩 蓝色的 大卫德金刚明王 显现在你面前有光芒 那种光像什么呢 也像棉花 棉花四方这样子放射的那种光芒 那你认出他是大卫德金刚明王 你心里就很高兴了 因为他已经在你面前显现出他的烟状 他的形状 这个时候 你要跟他有耶稣的 这个叫三面 因为你修 招请他 请他献身 你已经有的相应了 他才显出来给你看 看有好几种 你亲眼看 也就是你白天看到 你定中看 你在禅定中看到 还有一个梦中见 你在梦中很详细的看见 同时在梦中你知道 这个不是梦 是我真实的看见 这三种见 都可以称为见 也就是白天看到 令中看到 令中 真实的见 这三种见 所以你见到以后 要跟他有耶稣 这个耶稣我用口白的讲 我今天去看到你 你跟我很好 他都要对我 我都给你很尊敬 我每次都会给你共用 拜托你就帮走话 这个就是三妹 我们不要讲得太啰嗦 我们不要讲 我今天看到你 我知道你跟我很好 那以后我们相亲相爱 我们永远不分离 我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 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我每次有东西 我是先给你吃 你就没有什么事情 你就帮助我 这个就是三妹 这个就是我们口白的 简单白话的三妹 不用拎你 就说 三妹做那个字 送赞 跟他讲这个文言语文 他听不懂的 来个比较干脆的 他那个咬纹节日的那些东西 实在是不需要 你就这样子口白跟他讲 按照这个我跟你讲的这样子 你跟他谈 你跟他讲就好了 他就知道了 他马上知道 哎呀 我扶持你没有错 因为每一次你东西 一定先给我吃 你有好的一定先给我用 你还跟他讲 因为我成佛 你也成佛啊 你成佛我也成佛 我成佛你也成佛 我们是影子跟我 互相不分离 你就是我的影子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互相的这种契约 你不可以被他忘掉哦 不可以给他放上了 这个讲实在话 你们已经有了 誓言啊 就是善美啊 就像你们跟师尊一样 你们归一 生口应供养 讲得很好听 看到鼎里 哪供养 有一天不如意了 不舒服了 拜拜 你们就走了 你们就走去 我就心软了 你们跑掉 无缘无故啊 也不是我的事情 不过你们堂里面 你们人事纠纷 你就跑掉 干我什么事 对不对 我又没有叫你怎么样子啊 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啊 其实很多事情 不关师尊的事的 那对底下的人 你们互相吵一吵 你们不合 我就怪到师尊头上 师尊没有为我讲话 我怎么会为你讲话 我都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呢 所以啊 这个师门是这样子的 你跟大卫德金刚有的师门 他随时 他扶持着你 你时时念着他 师尊也是时时念着他了哦 不信啊 师尊可以作证哦 我每天晚上啊 要睡觉以前 拍掌 跟他祈祷 啊 请这个父子 这个我今天晚上 很好睡 很好睡 我要六点起床 我跟他讲 我要六点起床 我晚上做好梦 坏梦不要做 通通都做好梦 然后我才 哎 棉被拉开 我才进去睡 天天这个样子 中午休息也是 我没有一次忘掉的 天天跟他讲 每一次吃饭 哎 拜托 先请你吃 一定的 这个就是师门 就是三妹 你一定要做到这样子 所以你要跟他师门 你做错什么事 要跟他忏悔 忏悔也是很重要的 你做错什么事 念金刚萨夺百日明 二十一遍 你知道金刚萨夺百日明 是什么吗 是空性啊 里面很多的这个空 化为空 你的业障 因为碰到空性了 也是没有的 你再大的业障 碰到金刚萨夺百日明 化为无形 因为金刚萨夺百日明 就是空性 你能够念他的咒语 把自己的 这个所做出来的事情 向这个忏悔 忏悔回向 种种一切过失 这个不再犯 那么过去的 就给他消除 就洗掉 金刚萨夺百日明 经常要吃 你有什么切丝 切点 做法里面有什么切点 念金刚萨夺百日明 就化解掉 就没有了 就给他补充 变成圆满 本来有切丝的修法 也会变成圆满的 因为你把种种的修法 都化为空性 就变成圆满 缺失也是会化解掉 变成圆满 这两点 每一个行者都要做到 再来跟大家谈 习斋 你做习斋法 大威德金刚 自身变成 大威德金刚 自己变成 大威德金刚 要习斋了 你观想要习斋的众生 在你的面前 要习斋的众生 在你的面前 念 嗡阿哄三遍 嗡阿哄 嗡阿哄 嗡阿哄三遍 把身口意 这个人本身的 业障的身口意 进入天灵盖里面 进入天灵盖里面 然后呢 由大威德金刚 念嗡阿哄三遍 加持这个天灵盖里面的供品 以这个来供养佛 一供的话 这个人本身的业障 他就消除掉 这个就是习斋 天灵盖拿在手上 自身变化成为大威德金刚 把有业障者 观想到你面前 然后 身口意液 黑色的身口意液 升起来 进入到这个天灵盖里面 以这个加持 供养佛菩萨诸尊 这个人的身口意液 就消除掉 这个就是解掉人的病业 有人有病 你用这个方法 可以修法 然后加持 有业障的人 使他成为一个很亲近的人 这个就是习斋法 再谈正义法 正义法呢 就是要 招请 先招请 这个东方 第四天 你只要自己 自身化为 变化成为 大威德金刚 这个两只脚 这个两只脚 牛头 阴面二背 右手持夜刀 左手足天灵盖 双足 一全功 后见 踏在这个莲花上 先自己本身变化 我教大家观想的方法 你要再观想出来 观想的时候是怎么样子 观想的 蓝色的 进入你的身中 你身体变成蓝色 集中到心轮 变成一个红字 蓝色的红字 然后消失掉 这个蓝色的红字 在虚空之中 由底下慢慢的消失掉 到夜轮 到日轮 到一点 没有化为空性 然后再出现 一点 在日轮 在夜轮 在一个长横 在三个转弯下来 变成一个蓝色的红字 蓝色的红字 撒那之间 变成大威德金刚明王 就是刚才我教你的观想 愤怒症 做成了以后呢 观想成了以后 你放蓝色的红字出去 招请 东方是第四天 招请 东方第四天 南方 阎摩天 就是阎龙王 西方水天 北方夜叉天 这四天通通在东南西北各方出现 来扶持你 然后你用这个 你用这个天灵盖 加持共品 加持这个天灵盖里面的共品 供养四天 诸天 所有天你都供养 供养完以后呢 你再用观想的力量 由这个 诸天啊 之中啊 放光 加持你的天灵盖 由天灵盖里面 共品 变化出 你自己想的东西出来 你自己天灵盖里面 变成很大很大的一个天灵盖 那么里面呢 有你最喜欢的这个 Lamborghini Lamborghini 有你最喜欢的 Ferrari 有你最喜欢的 这个 Row Slice Benze 很多很多 你都可以观想在这个 天灵盖里面 你的这个大楼 你的这个 洋房 你的什么东西啊 都在里面 不玩 由天灵盖里面 生出一切 就是争议法 这个就是争议法 大卫德金刚的争议法 就是这样子 但是在这个做法当中啊 在藏匿里面 经常提到啊 有什么字 变化什么 好像第四天啊 他有什么字 变化成为第四天 是什么颜色 那么南方啊 这个夜摩天 你就是有什么字 那么变化成为夜摩天 又是什么颜色 那么北方啊 这个夜叉天 他又生出什么字 那么又变成 哦 很啰嗦的 你能够有办法了 直接变就好了 直接啊 你看看什么天 什么天的形象 直接把它变出来 然后你变出那个 像那个彩虹山庄一样啊 就把他变出那个彩虹山庄 哎你们不能变彩虹山庄哦 你们变彩虹山庄 我的彩虹山庄就变成你的了 哈哈哈哈 啊 这个啊 你变出彩虹山庄 你就拿你自己的这个名牌 到了那个彩虹山庄门口 就把它钉上去 哼哼哼哼哼啊 这是我的 让神主自己给它围起来 说是我的 哇 很麻烦 你们变你们自己的彩虹山庄 这个就是一种争议法 有天明盖中啊 有一个哄子 然后呢 生出种种的这个财宝 啊你们要什么 你们就观想什么 都会来的 像师尊啊 今这一次啊 我想要有一顶这个帽子 结果这一次啊 有多少顶帽子你知道吗 我想要一顶这个 这个好像是好一点的 这个帽子啊 这个法官啊 啊 师父买一顶 这个连智上师带回来 带回来 一二三四 四顶啊 三顶还是四顶啊 不知道 啊 那个 另外马来西亚的一个堂主 啊 给我两顶 台湾来的一个给我一顶 这个 另外 啊 莲花青叶啊 是新加坡的 他从大陆就给我带来一顶 我这次帽子怎么搞得我又没有开帽子店呢 你们这一次没有送我什么都给我送帽子 这是因为我观想了 我需要一顶帽子 结果来了 一 一 三 二 六 七 八 九顶哦 一下子 我有九顶帽子 啊 对啊 日本啦 莲花青叶也给我送来一顶帽子 你看这一次有多少人送帽子 最差劲的就是没有人送钻石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送那个帽子 那么多帽子干什么 我又不是帽子 国的国王 哈哈哈哈 我要当那个钻石国的国王好了 啊 这次很奇怪了 你看日本的送了一顶 马来西亚送两顶 新加坡送一顶 台湾的送三顶 这个 莲智从 这个尼泊尔带回来三顶 师母买一顶 变十顶了 越来越多了 不能再算了 真的都是法官 红黄白花的这个教都有 通通都是法官 我本来今天晚上想要带一顶出来 给大家看看 但是我一想 我在收法经常 头这样咬 身体这样动 帽子会掉下来 还是不要戴啊 收法的时候不要戴 其他场合 装连一点 可以戴 其他场合不用戴 这个也是观想 你念头有了 告诉你啊 这个金刚复法 知道你的一个念头出来 他是你的影子 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念头想的是什么 他马上就去奔走的 然后我们供阳 附谋供阳 起请金刚复法 受求艳丽 积极如律令 完成 好像积极很快的 像我的命令一样 很快去达成 这个酒倒下去啊 他马上喝酒啊 一喝了酒精神就来啊 我两只脚 就趕快去完成 这个脊脚神 什么是脊脚神 就是他的脚很急的 行动很快速 金刚复法 要用站的 金刚复法 你不要给他供这个 一个做的 做的他难得动啊 要站的 这个一只脚这样一只脚 好像在就这样 在飞啊 在跑啊 这个叫做脊脚金刚 就很快的 他就出去 完成你自己本身的任务 师尊便明明没有叫你们去买帽子的 我告诉你 是妇法案中在心里 让你们念头产生出来 哦 要买帽子给师尊 赶快去 去买 下次要跟妇法讲 下次法会啊 不能讲 以后啦 以后有机会啦 副法会知道了 师尊啦 东西不要送太大的 太大的哦 送最小的就好 副法会做的 这个是真意法 只要你念头一动 副法就是脊脚去做这些 完成这些事情 那么再讲敬爱法 啊 就是法法啦 自从变化成为大威德金刚 一样的 天灵盖放红色的后子 红色 红色的后子是怀 红色的怀法的光 射招 这个光 放出去啊 红色的后子放出去 一定射招情人在悉空之中现身 你的情人在悉空之中现身 念 炸 轰 斑 祸 斑 施明中 炸 是现身 轰 他就站在你前面 斑 他就下是这样 斑 我 哇 你就抱住他了 他就变成了 这样就完蛋了 这样就结婚了 啊 就像那个两对新人一样 我本来这样讲 这样讲说 哎呀 这个 结婚完了以后 做什么 我是讲不下去 这个就是敬爱法 你说敬爱法 多么简单啊 只要你跟大威德金刚相应 你自身变化成为大威德金刚 天灵盖 红色的 轰日放光出去 射招 对方在你面前 然后 诈 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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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容 就是敬爱法 所以真正的一个密教行者 他当然 他得到这个 復法相应以后 他很多事情 他就一定承办 很快的 他的事情 他就承办 所以敬爱法 你看多么简单 世日民咒 詐厚判破 念了 很多法都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變化很容易 其中的相扶法是最難 其中相扶法就是比較困難一點 相扶對方其實也是很容易 但是他的這個共品又是很特殊 這是屬於內法方面 現在在談這個相扶論 敬愛法已經跟大家講了很容易 你假如是說希望你的工廠 你的員工都很敬愛你 也很簡單的 天靈蓋晃晃紅色的光 然後你的工人全部都是在紅色的光裡面 所有的工人 然後你指揮這些工人 你們向燈 这个立定 又有这样子这么大的力量 他可以做习栽 可以做敬爱 可以做争议 可以做降福 降福法 来告诉大家 降福法是有祭 有送一个祭的 这个祭很好 勇猛罪妙相 威德妙行动 难调能调伏 顶礼大部位 大威德金刚又叫做部位金刚 勇猛罪妙相 威德妙行动 难调能调伏 顶礼大部位 降福法的这个 共品 一般来讲 我们做任何法都可以公开 像习栽 争议 这个敬爱法 一般来讲 你这个谈都可以公开 唯一的不能公开的 是降福坛 降福坛是不公开的 那个是属于内谈 那么今天也在跟大家讲 内谈 也就是师尊把这个口节啊 通通讲给你们听 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很少这样子公开讲 这个内谈 里面的共品 就是非常特殊的 有五种共品 是非常特殊 相辅法的共品 第一种 是屠刀 屠刀啊 就是专门杀猪的刀 杀牛的刀 杀生物的刀 那个刀啊 用到这个尾器啊 已经尾器了 越久越好 因为它的灵气啊 最大 灵最大 用了很久的屠刀啊 它具满了所有这个生物的灵 在一撒那之间死亡了 它灵神势没有办法走 就附在这个刀上 所以它的灵气最重 那个屠刀 就是降伏法的第一个内功 很难拿得到 但是有的 像这个 在台湾这个屠宰场 你跟他买 用比较高的价钱 就是说 我们买一支这个屠刀 新的屠刀给你 旧的屠刀给我 你这个 旧的不好的 这是用很久的屠刀给我 你就有 这个屠刀 一种 第二种是毒药 毒药 有毒的药 巴拉松 像巴拉松 那个毒药 那个青霜甲 青霜甲 那种毒药 一下子会死掉 一点点都会死掉的 那种东西 毒药 所以这个是内供的 不能给小孩子进去 以为是什么 Cocococlo 什么那个 好像是说 Saving Up 或者什么样子 你以为 哇 那个小孩子很好啊 给他喝一下 吓死了 所以内供是不公开的 第二种 毒药 第三种 这个腐败的肉 这个肉啊 已经生虫了 那放很久了 已经是草生了 不但草生了 上面那个白色的虫在那边爬 哪种最好 腐败的肉 第三种 第四种 有刺的花 那个花斗啊 长刺的 那个巴拉 巴拉 玫瑰 那个Rose Rose 巴拉 玫瑰 这个 这个 这种花 好像有刺的 黑色的比较好 黑色的 或者你假如是说 红色的话 先好后坏 先好后坏 所以黑色的 哪里有黑色的巴拉 有啊 黑色的玫瑰花有吗 有啊 黑色的玫瑰花最好 第五种 死人身上所流出来的油 死也就是死水 死体的那些油水 第五种共评 死体的油水 这五种东西你取到了 你共大卫德金刚 共 这五种共评一百啊 五种共评都会发挥一种很大的这种力量出来 有一种很灵很凶煞的力量 产生在这个你的这个内共里面 你照样 自身变化成为大卫德金刚 这五种共评本身去加持 用大卫德金刚本身去加持 大卫德金刚本身去加持 念奏去加持 这个奏是 ум be sa ふ ga hun pe um be za lu ca hun pe wi ga hun pe 当你在念这个奏的时候 你的右脚观想成为 你本来是前功后见的 观想大卫德金刚 你自己就是大卫德金刚 那么前功前面的这个脚 像功部一样 这个时候你的脚 这个脚就变成大小的大卫德金刚 一样是大卫德金刚 但是你的右脚变成大卫德金刚 左脚就变成对方 你要降服哪一个人 你把你自己的左脚就变成那个人的形象 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左脚 整个脚盘变成那个人 你把你自己的右脚的脚盘 变成大卫德金刚战力 然后用你的右脚 蒙踩你的左脚 蒙踩 你把你打死啊 把你打死啊 这样子喊要很威猛 但是你不可以打一个 你的脚就变成了 你的左脚就断掉 不要这样子那么用力 差不多留着择一个就可以了 稍微节制一点 你很威猛的踩 用你的右脚踩你的左脚 只要踩三下 念奏 奥别扎 佛咖奥 佛咖奥 奥别扎 佛咖奥 这个就是 四叶奏降服的奏 大卫德金刚降服的奏 这个就是降服法 当然 有的时候是不做这个法的 这个降服法有很多种 大卫德金刚用的这一种 另外还有一种 也是大卫德金刚法 这个就是一个做一个三脚板 做一个透明的三脚板 那个压克力的 台湾有那个压克力的 不是台湾才有的 哪个地方都有 就是压克力的那个玻璃 然后 在上面做一个横积 你那个叶刀 大卫德金刚拿着 那个像浮头雪的那个叶刀 插在这个压克力玻璃上面 用插的直立的 然后呢 你做一个指人 大大的一个指人 写着对方的柱子 姓名 有八字是最好 然后呢 你用这个屠刀 放在他的头顶 用毒药 放在他的脚底 用这个腐败的肉 去擦这个 把它擦上 用刺花 去刺 用这个死人的这个油 给他沾在他的额头 这个子人的额头 那么你自身变化成为 大卫德金刚的时候 就拿那个三角板 那个三角形的压克力 跟叶刀 这个叶刀就给他放在脖子上 就放在脖子上 然后你念奏 奥别扎佛加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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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念这个四叶咒 就产生了一个很无形的 一个很大的力量 就能够降服了对方 就能够降服对方 所以密教行者要注意了 在密教里面 确实降服法是属于内谈的作业 不使外人看 当然这个法 也不是随便传的 也不能随便讲 不能随便传 但是今天我讲出来 大家必须要修观世音菩萨 身谈成 习斋法 你有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护持你 所以在密教里面 有这种现象 有上师跟上师之间 互相做法 互相斗 互相做法 在密教里面 有这个懂得法的上师 降服另外一个人 就把他一下子 就给他降服掉了 也有这个仁波切 他自己本身是佛佛 一不小心 他也重到降服法 今天公开跟大家讲 主要的意思就是 叫我们密教行者 本身要自己做防腐 像今天所教的 侍从防腐 金刚觉 金刚王 金刚强 金刚火焰 金刚觉 金刚王 金刚强 金刚防腐 火焰 这个是双重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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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单程 单程火焰 双程火焰 叫你做观详 念咒 叫你做观世音菩萨 身谈成 做防腐 什么作用 就是害怕这种相伏法 今天跟大家讲出来 也是这个作用 但是今天把相伏法公开呢 当然也是要大家知道 不能去做这个法 要懂得防护 但是不要去做这个法 师尊本身也是一样 我是懂得这些法 像不动明王金刚 降伏法 像这个大威德金刚 教令伦 降伏法 我都是知道 我会做法的 我会用三面金刚 独孤处 去做法 我每一次做三面金刚 独孤处的法 是观想整个地球 那么三面金刚 独处拿起来 先念所有的利贷 祖师加持 再放光 照整个地球 我不是在做降伏法 我是在加持众生 是在帮助众生 法 用到好的就是好 用到坏的就变成坏的 像降伏法可以用成好的 以前的祖师爷 做降伏法 是这样子 是说 这个弟子很不乖 我先给你降伏一下 然后再用这个习斋法 再帮你习斋 就是两方面一起做 先降伏后习斋 先降伏后习斋 他是说 先把你整一下 再救你 这祖师爷用降伏法的意思 是在这里 但有时候 那些对付于这些魔 这个恶道 或者是那些 好像穷凶恶极的这些鬼魔 命教主是用降伏法 用了降伏法以后 再用超度法 再给他超度 我们本来用降伏法 最主要是 发于慈悲心的去降伏 不是真正在整人 不是真正在害人 而是发于慈悲心 我要度这个人 要用特别的降伏的方法 先降伏了他 然后再去救他 这是用慈悲心 对于那些鬼魔 那些那个恶魔 像这些魔 要用降伏法 去降伏他 降伏了以后 然后再用超度法 去超度他 所以降伏法本身 也不是坏事 大家刚才听来 以为说 哎呦 怎么有这种法 还有用这个 屠刀的 用毒药的 用腹臭的肉 用这个黑玫瑰的 这个刺 有刺的发的 用这个死人的油的 然后呢 让这个 让这个人 这个夜刀 放在脖子上 好像上段头台一样 这样子抛下来的 好像用你的右脚 去踩这个左脚的 好像一点都不太慈悲 事实上 降伏法是有他的作用 主要是来对付这些 毒荣 夜叉 恶魔 鬼魔 这些 这个 这些魔的 真正 不用在人身上 这个是我们密教行者的慈悲 千万不要 好像以前的人一样 这个人做降伏法 去降伏他 把他降伏死了 要救他 来不及 他已经死掉了 怎么救我 没办法了 都死了 你们不要协费了以后回去 就要试试师尊的本名 你们回去 哇 好啊 才够啊 赶快去买这些东西 准备好了 供达威德金刚 马上自身变化成为达威德金刚 我第一个要试的就是师尊啊 阿弥陀佛 我这个 这个有时候啊 假如被降伏的话 哎呀 也不叫做师尊了啦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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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不怎麼守規矩的 這個是自然現象 變不見怪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一班當中 一個班級裡面 小學的時候 幼稚園 初中高中大學 每一班當中 都有幾個挑逼搗蛋 老師對那個挑逼搗蛋 實在是最妥同 老師這個寫黑板 頭腫了 黑板上寫是 底下那個不好的學生拿著粉筆 丟他老師的頭 老師一轉過來 看了一下 他變得很乖 同學也不敢講 因為哪一個同學要舉手要講 等一下我答了 我怕了要死 我當時很很乳弱了 我本來想要包括老師 手機上來 又趕快收回來 他眼睛瞪我一下 放學我出校門 我就很危險了 一般裡面都有那些 那些那個學生 都有 師尊的學生這麼多 當然 裡面很多 調皮搗蛋 不乖的 有些這個 就是 暗示 我會想到這個 像大衛德金剛降虎法 像這個不動蠻金剛降虎法 這些降虎法 我想說 哎呀 可憐 只是同情他們 可憐而已 為他們傷心而已 怎麼可以做降虎法 這個做不下所的 不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因為我們經常這樣子想 這是難免的嗎 天下的眾生 哪有那麼好度的 地藏菩薩本宴經 難言伏體眾生啊 剛強難伏 難調難伏 真的是很難調難伏的 你今天選一點神通給他看 心服口服樂的鑰匙 他馬上這個 很高興了 師尊真的是很厲害的 這個有法力的啊 在到處給你先揚 隔幾天他來求 哎 我要考上這個醫師執照 師尊說我給你加職吧 明明知道他考不上 我給你加職 他回去考不上 為什麼會考不上呢 你不是給我加職了嗎 您的神通哪裡去了 您怎麼行呢 我不理你呢 他不理我 我當然很傷心 師尊當然很傷心 師尊看到很多人的福分了 知道的 哎呀這個人福分沒有 為什麼一直在那邊掙扎 我們也同情他 希望他能夠修法得到福分 我再給你加持一點福分吧 但是那個福分還是沒有辦法 你還是沒有辦法考得上啊 但是我加持總要是要加持的啊 我給你加持你至少 嗯 至少我還有一點利益啊 這個是最坦白的事嘛 沒有什麼好隱瞞的嘛 那你來求加持我不能講說 我不給你加持 這個 多傷人家的心 跟人家講考不上多傷人家的心 我總是給你加持吧 我聲音小一點就是沒有辦法 聲音大一點就是好啊 沒有問題啊 那就真的沒有問題 你一點可以考得上 聲音小一點就是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無可奈何 有時候啊 不能講太清楚的 那麼度眾生啊 有時候是這樣子的 真的很困難很困難 那麼要所有的人 理解師尊的心也是很難 我做什麼事情 人家也是會給你歪七掉的 事實上師尊本身啊功力很夠 我有自知之明 我自己也認為自己本身有成就 哄就是成就 嗚就是宜宙 阿就是佛 哄就是成就 我自己認為我自己的修行 在這一世當中啊 我是很認真地去做 而且很精彩的 我自己也認為我自己已經內法成就 明點五六 明點五六六佛 我都成就的 你要試功夫可以 天女來試功夫 一樣的 可以 一樣的 沒什麼 都是一樣的 我真的是內法本身已經成就 我自己也契合於空性 能夠自治 能夠進入空性之中 等流生 正得這個法生 到處可以去救眾生 我也自己也清清楚楚 也明明白白的 對 那麼你們這樣子 角色說對師尊啊 還有這個 他不是 他是不是騙子 他是不是這個 這個 這不太 猴血 猴血 他是不是猴血啊 講廣東話你們比較聽不懂 I love color 英文 I love color 我喜 我愛上顏色 我愛上顏色 Color不是顏色嗎 我的英文不錯的 他是不是喜歡錢啊 他不是用這個方法呢 告訴大家 將來是真會把這個錢 手收的錢 用在某一個地方 用在某一個地方 菩提事業 一定的 我覺得 我的這個 這個會命重要 我的身體重要 我身體也很重要 我的會命也很重要 我的這個命 也很重要 我這個命啊 跟我的會啊 大過於這個 這些東西的 我真的可以入這個激進的 其實 你說 擔門嗎 我什麼東西都有過的 最好的車 我有的 最好的錶 也是人家供養的 我什麼都有的啊 有車 有錶 有最好的房子 我可以 費用也無力 我到哪裡旅行 都有人出錢 我住的啊 人家都是用最好的來供養 我還求什麼呢 沒有什麼可以求的啦 我自己也證明自己啊 這個能夠行於中道 行走在中道 能夠自治 救人啊 就是最快樂的 救眾生啊 救眾生的會命啊 就是我本身最快樂的事情 所以想一想 還貪什麼呢 有什麼可以貪的 最大的貪 我都經歷過了 世間上最大的快樂 我也經歷過了 世間上最大的快樂 天上啊 這個光明啊 整個這個天堂 那個浮光淨土的快樂 我也經歷過了 這個又一極滅 這個佛的境界 我也經歷過了 我還貪什麼呢 所以最好的 最快樂的事情 最好的 就是度化眾生 大衛德金剛法 你要修持成就 也是一樣的 你開始祈求 也是七壇 也修七壇 為圓滿 那麼你七壇 沒有見相 你再修七壇 一直繼續修下去 一直到見相 見到光 見到煙 見到火 這三個見 在你定中 在你定中 在你醒著見 在你夢中 見 你都有相應的現象 記得你一見到 馬上跟祂四門 這個就是口訣 你馬上跟祂有上面的事 這個存在 這個就是口訣 那麼你能夠得到這個 復法 跟著你的法 那你密教三大根本 根本本尊 根本喪失 根本復法 你都沒有捨離 沒有違背三妹雅劍 你一定得到密教最大的成就 你只要有長眼心的修行 你一定可以開悟的 記得喔 長眼心 出發心沒有用的 出發心不是沒有用 出發心是很珍貴的 但是一般人要保持他的出發心 要變成長眼心 就很難很難了 剛開始的時候 你想捨掉你自己的生命去為眾生 結果到最後你變成為自己 你不但沒有為眾生 只是為你自己自私自利 你起了種種的顛倒妄想 這個是將來的這個夜報就是很慘的 很不好的 會躲到三惡道之中 那麼重新再起修就很難了 所以記得這個我們修密法 趕快守護你的三妹雅劍 然後時時刻刻很謹慎的 在你清淨的行為當中去修行 你只要精神集中 你只要精神集中 你的毅力永恆 護法他會看中你 你求他他當然知道 但是他要看你的心 你切實是真心的 他一定會來扶持你 你真實的懺悔 你真實的懺悔 真實的三妹雅劍 他一定會來的 佛一樣會扶持你 菩薩金剛附法 空行諸天 他都會聽令於你的 所以你修行 就是要記得剛才我所講的這些法 今天傳授大威德金剛三妹雅 大威德金剛不共法 大威德金剛種種事業 希望大家謹記 好好想一想 歐馬女伯明